这是要出来博眼球了吗?贾静雯那16岁的大女儿竟晒出了一张比基尼照片,引发无数网友的关注和热议。 就在最近的这几天,贾静雯的女儿吴童妹在网络上更新了一条动态,分享了一张自己的最新照片。 在她分享的照片中能看到了,16岁的吴童妹这次直接选择了比基尼造型登场,这也是她首次公开的泳装照片。 她身穿一套棕色的泳装,并穿着一双白色的运动板鞋,并直接趴在了地上,对镜头方向微笑着。 从吴童妹的这张照片看过去,能够让人感觉到了,16岁的她,如今已经越发长得漂亮,身材比例十分不错,渐渐开始了她的女大十八变。 不过对于大多数的网友们而言,不少人都没有听说过她,只是知道她的母亲贾静雯。 而且关注她的网友,许多人也是因为贾静雯的原因,看到贾静雯的名字,才好奇点击进去看的。 所以,吴童妹的每一次亮相,能够获得不少的曝光率,基本都是顶着贾静雯的光环。 然后也因此,这位吴童妹的这一次晒照,被一部分的网友们认为了,纯粹就是出来博眼球而已。 并且在她的账号留言区下面,还引发了不少的网友们,纷纷对她的热议和吐槽。 比如,有的人评价到了,感觉没啥特别之处,唯一特别的是,她是名人的女儿。 有的网友也表示了,能看出她爹是个土豪,除了钱之外,勿有优点了。 而且,有的人还认为了,没觉得爆呢,也没有她妈妈漂亮。 甚至更有网友吐槽了她,说到这是出名,要趁早吗?还是赫尔蒙在作怪呢? 可见不少的网友们,纷纷对吴童妹的这次亮相,不仅没有称赞她的美艳,反正纷纷吐槽了她。 毕竟在许多人的心中,思想方面还是比较传统的,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开放。 所以对于一个16岁,就赶晒比基尼造型的小女孩,大多数网友只会有批评的态度,并不会有欣赏的眼光。 然而不少人也是知道的,说起贾靖文的婚姻,也算是比较坎坷的一位女明星。 这位16岁的吴童妹,是贾靖文与第一任丈夫所生的,当贾靖文离婚后,吴童妹就跟着妈妈,又去到了新的家庭。 所以对于这样的成长环境,多少对那位吴童妹,都会有一定的影响。 比如,李亚彭与王妃的女儿,那位也是十几岁的李嫣,也曾在网络上,晒出过自己的比基尼造型,吸引了一大波的眼球。 而李嫣跟吴童妹差不多,都是因为亲生父母的离异,而在心灵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 所以他们,在生活方面上,也做出了一些大胆的行为,估计是让大家关注到他们。 然后就有了大家看到的,两人在十几岁的年龄下,就敢大秀晒出泳装照来。 那么,在你的心目当中,你对于这种离异家庭,所给孩子带来的影响,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呢? 或者有什么不同的评价,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 那是当网 통!!! 烟传战独,那是剌方条! 尼船bélé,我可以满满 saw that the soldiers,这brush写西西拿 � nationally、中国人不 believe,带来人 香港人更随口约的,贈来uen